不想被人当软柿子捏,请牢记这三句话。 影帝黄博,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, 以前在剧组能碰到各式各样的人,各种小心机很常见,各种下半子都有。 而现在身边全是好人,每个人都洋溢着笑脸,每一个人都会笑嘻嘻问你累不累,可不可。 成名之前,他无人问津,成名以后,他一呼百应。 想起尼采说过的一句话,这世间唯有太阳和人心不可知识。 我们之所以感到关系难处,其实就在于不了解人性。 每个人天生有牧强心理,在对强者崇拜的同时,也会对弱者轻蔑。 说白了,人都是欺软怕硬的,所以为了不被人当成软柿子拿捏, 就要时刻警醒,牢记这三句话,你会变得勇敢而强大。 一,不过度心软和不好意思,容易被拿捏的人,多半是让别人看透了,你容易心软和善良。 而这些正是造成别人伤害你成本太低的理由。 善良是一种美好的品质,然而善良的人却因为心词面软,不好意思博弈,不好意思距离力争。 善良被一些人看来是没有主见的代名词,老实人更容易伤害到自己。 本该拒绝的忙,因为好心眼帮了却不讨好,本该不承担的责任,因为心软替人背了包袱, 本该不照顾面子,却因为不好意思撂下脸,让自己为了难。 如此,你不被拿捏。 谁被拿捏哟? 就像电影《芳华》中,被称为雷锋的老实人刘峰,因为善良和乐于助人,他总是要做一些吃亏之事。 文工团里所有的苦活累活都几乎被他承揽了,遇到各种棘手的事,大家都会不约而同找他。 然而,刘峰并未因此而赢得好人缘,反而大家都不待见他,受到别人一而再,再而三的欺辱。 当你不好意思拒绝的时候,人家就好意思使唤你。 当你心软的时候,已经满足了人家摆弄你的条件。 心软,好说话,不好意思拒绝,拉低了你的气场,成了被人柔力的重视之等。 要记住,我们有权利让任何人失望,不要因为害怕被人讨厌,就委屈自己。 喜欢你的人,不会因为占不到便宜,就不喜欢你。 讨厌你的人,只要不能持续占便宜,就会讨厌你。 在这个世界上,除了亲人,爱人,在乎你的人之外,没有人值得我们过度内耗自己。 真正健康的关系不存在拿捏与被拿捏,只存在平等和真诚,以一颗真心换取另一颗真心。 二,建立自我评价体系。 提到王阳明,网络最火的一句话就是,中国历史上一共出了两个半生人,一个是孔子,另一个便是王阳明。 曾国藩,算是半个。 学习王阳明,我们可以抵御任何不测。 王阳明奉命担任江西巡抚,时时时运不济,恰巧赶上明王诸城会江西南昌发动叛乱。 不过这场密谋十年,震惊朝野的叛乱,仅仅持续四十三天,就被王阳明平定。 平定叛乱,本是立了大功,已当受到朝廷的嘉奖。 可由于王阳明的兵贵神速,引来朝中一些小人嫉妒,那些人不仅在政论上弹劾他,还驳斥他推广的心学为异端邪说。 面对诽谤,王阳明选择沉默。 他不是默许,认怂,而是在他内心建立了一套自我评价体系。 他认为自己行得正,做得直,总有一天,滚水有澄清的时候。 对于一些无中生有的诋毁,更应倾听自己的声音,把时间花在更有价值的世上。 王阳明继续讲学,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非常自信,对自己的心学胸有成竹,这让那些拿捏他的小人望而却步。 一直到家境地继位,王阳明最终还是被加官进绝。 阳明心学也顺理成章地作为明朝中晚期的主流学说。 取决于未来成为赢家的那一刻。 老子有言,上是闻道,劝而行之,下是闻道,大笑之。 不同层次的人,有不同的行为准则。 建立自我评价体系就是在向世界宣布立场,我是谁。 不会因为他人的评价而改变,不会因为他人的看法而对自己诟别。 我的内核是稳定的。 我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,别人赞美或诋毁,都不影响我是怎样的人。 明白这点后,就不会因为他人一句评价而患得患失,也就没有所谓的被拿捏了。 三,笃定百分之百二十的自信心。 拿破仑曾说,自信是人类运用和驾驭宇宙无穷大致的唯一管道, 是所有奇迹的根基,是所有科学法则无法分析的玄妙神迹的发源地。 研究表明,人在自信的情况下可以将自己的能量发挥到百分之五百。 其实,气场强大,不被拿捏的人,都有的共性就是以百分之百二十相信自己。 没错,对于想要吃掉你的人,表现百分之百二十的自信。 这并不是自负,更不是狂妄,这和韩信在刘邦面前所谓的自信是两回事。 刘邦想试探韩信是否有谋反之意,于是就安排和韩信喝酒,酒之憨处,问郑可带多少兵。 韩信本没有谋反之意,不假思索地说道,可领十万兵。 刘邦又问,那你可领兵多少? 韩信信心百倍地说,我自然多多益善。 刘邦听后,怒不可遏,斥责道,你韩信厉害啊,朕只能领兵十万,你却多多益善,那朕怎么能管得了你? 韩信没想到一句真话会冒犯刘邦,吓得赶紧釜底解释, 大王您是天子,是代将多多益善,而我只能带兵。 韩信前面的张扬和后面的胆怯形成的落差, 多项生活中的我们,常常被以己度人的领导Q啊,或被自命不凡的同事,以小人之心揣测。 本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,人格方面都是平起平坐,想拿捏你的人,非得要你矮下半截,他高了一等,他才平负。 就如刘邦受不了韩信有胜于他的军事才华,全然忘记韩信为他夺的江山。 如果我们也同比受到外界的攻击批判,诸如拒绝帮忙被同事甩脸子,被领导穿小鞋子, 我们不要像韩信一样跪地求饶。 要有百分之百二十的信心,即使损耗掉了百分之二十的自信,我们还有百分之一百底气相信自己。 并且,损耗之后就要主动恢复,永远对自己保有动态的百分之百二十的自信自洽。 那么我们就成了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勇士了。 人际交往中有一个真相,你以怎么样的姿态跟别人交往,决定了别人怎样对待你。 不心软,没有羞耻心,别人就不会利用你的善良,建立正确的自我评价体系, 遇事有主见,就不会出现费力不讨好。 充分相信自己的能力,价值,平视所有人, 笃定虚荣的小人,只是外强内干,你就不会被PO。 人生于世,不害怕,不自侵,内核稳定, 我们就能够让自己站稳立直,活成一个扬眉吐气的人。